好的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来看双方的第15局 这根小光头的一根长台失误啊 也是让罗伯逊找到了上手的机会 现在来看球形分布的还不错 嗯 直接推进 然后最下方的这颗红球 有下球 中高杆 一酷起来 继续连接黑球 黑球一个向上的角度 直接推一酷起来 嗯 把这颗红球顶开以后 左下方底带留的还不错 稍微一点向上的角度 往上一蹬 继续接到了黑球 黑球现在角度留的还不错 嗯 吃苦起来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这根这个球形给到了一根超分的机会啊 看罗伯逊的手感 高杆推进是可以继续连接黑球的 嗯 这样黑球还是留的向上角度 这种较位会很舒服 球队带开 左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非常舒服的球形 嗯 高杆推一酷起来 留直了 还是有一点向下是吧 向下的角度 吃两裤绕下带角 好 选择了低竿一酷拉回来 拉回来要中弹 绕带角的话是要底弹 啊 这样篮球又是成功接上了 没有什么悬念了啊 这种这是一个基本的清台 或者说清台是基本操作 好 吃一下带角 黑球右上方的这一颗 嗯 往下一当 黑球这就成功接上了 快超风了 这个时候导播不给分数牌了 是吧 打进这颗红球 我们需要积分牌看一下是不是超分了 这个说实话上海大师赛的导播是不太专业啊 我们想看什么 他不给我们切什么 基本上就击球之前 我们需要看球形 他是对着这种球员的脸来拍 算算分数 肯定是超分了啊 领先了55分 台面上还有三颗红球51 直接蹬起来看看这局有没有百分干 我不许如果说能打出一干 百分干来还是很提气的 这么多的 嗯 蓝球 直接一点 推过来要粉球 左边这一颗 你哭起来 用绿球可以可以到右侧边裤的这个 好推到了带口漂亮 非常漂亮的一杆黑球 这样的话进入青彩阶段只有粉球没有在点位 一库叫到黄球黄球中台 再打进咖啡就破百了 破不了 刚好不够打进篮球破百 好两库要到篮球 完全要中弹 漂亮 一杆百分材到手 上手就是破百 他也是挺厉害的啊 布雷切尔应该会感到压力了 毕竟两个人比分分差拉的并不大 黑球不打了 八笔七 西方